各位同仁 各位官员 大家早安 是不是请彭总裁 彭总裁 苏元你好 总裁您早 您辛苦了 我想刚才的所有的质询的问题 大概都在围绕在几个重点 而这几个重点也是总裁您今天做施政报告的重要的内容 那么大家很关切的几个问题 跟央行密切相关的就是现在物价上扬的一个问题 那我也看到了总裁您在今天业务报告内容中 所提到央行建议的方案 那么我要请总裁一起来讨论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当然看到现在台湾的CPI看起来并不算最高 那么但是毕竟你在做这个物价指数的计算的时候 它是做全面性的计算 可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 就是现在很惨的是物价上扬的这些重要的物价 偏偏是民生最重要的必需品 而且上扬的幅度又很高 像小麦引发的面粉 像糖 像奶制品 像牛奶 像奶粉 那这些东西偏偏又是民众日常的必需品 所以你摊在这个物价指数做全面性的计算的时候 看起来可能这个幅度并不大 1.88 我看去年我们评估今年大概1.88 我不晓得现在的这个数值有没有改变 可是你实质从单一的每一项来看 它的上涨都超过50%甚至100% 那么我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 我们现在所考虑的方式就是用机动调降关税 来做处理 可是调降关税哪怕是调降为零了 那是不是能够真的有效的疏解 这些重要的民生必需品物价上扬的压力 跟减缓民众的痛苦 总裁 是 给委员报告了 就是物价一种是需求 牵引一种是supply shock 那supply shock的话 货币政策就是它的有效性比较受到限制 除非你不惜代价 所以这时候必须要从供给面 供给面呢 那么财政部已经两次的调降关税 那从过去一年来 台币升值也让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的涨幅 低于美军计价的进口涨幅跌了差不多10% 所以也有效的抑制了物价 所以就是supply side 同时大概我们也要增加一些供给啦 或者是农费的推动啦 大家是不是都使用 石泥啊 扫进口啊 大概必须要很多很多东西来配合 因为像油价的上涨 这个是等于我们非产油的国家被产油的国家磕税一样 对 这个是我们要因应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求绝对的稳定 我们必须要追求相对的稳定 我请教一下总裁啊 您刚才讲到的原油 其实就是我接下来请教您的问题 因为现在看起来中东跟北非的情势持续的不稳定 而且这个不稳定可能还有扩大的可能性存在 那么原油供给如果持续的不稳定 当然原油价格就上扬了 原油价格上扬通常就带动全球的原物料价格上扬 再加上过去这一年我们所看到的极端气候造成的冲击 所以几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消息都不是好消息 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一年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的理由让我们相信说原物料价格有下跌的可能 那也就是说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要打一场很艰困的物价上涨的战争 或者您所提到的输入性通膨的战争 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么我请教总裁的问题是说 关税当然是一个办法 那当然也有人提到汇率的问题 可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体谅总裁 我知道总裁的这个困扰所在 因为对新台币汇率来说 这个高跟低都有问题 就是这个新台币这个汇率 做任何的波动 对进口跟出口的冲击都会造成 那么你帮助了进口就影响了出口 你帮助了出口的竞争力 你对于进口的物价马上又提高 所以变成说你新台币的汇率恐怕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做适度的调整 但是用汇率来做问题的解决 恐怕也不是一个真正可行的办法 是不是总裁 像宋委员报告 我们今年一至二月出口的成长率 虽然有美金表示只有21% 但是用台币计算的 就成长了10% 是 7年这个时候出口的成长率是47% 所以事实上冲击已经造成了 是吗 是 那么我请教总裁 就是说进口跟出口 国内的物价的稳定 跟目前为止我们出口的竞争力 要取得一个平衡 这是中央银行现在最难做的抉择 那么现在你叫总裁讲说 央行应该升 这个认为台币应该升值或者是贬值 我想这也不是总裁能够回答的问题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请总裁发表一下看法 就如果我们现阶段 物价上扬的压力是存在的 那么民生必需品的物价的涨幅 又远超过于民众现在坦白讲 可以容忍的范围 那么在未来的一年 如果这个情况持续看不到 可能解决的曙光出现的话 那显然未来的一年 我们都要在这个压力 跟这个困扰之下 要继续奋战 那么政府现在有没有可能 考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就是从事实上 从上个会期 我就一直在推动的 就是政府是不是应该要考虑 如果我们保出口 保产业 那么政府在这个时候 就应该要要求产业 要回馈 把政府所有的努力 要回馈给一般的寿星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强调说 政府在这个时候 就应该适度的考虑 用加薪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政府用军工教加薪 呼吁产业界同步来做加薪 那既然政府 守住了新台币的汇率 就是为了保住产业 我们出口的竞争力 在这个时候 产业没有理由 不协助政府 协助全民渡过这个难关 如果适度的加薪 这个加薪的幅度 就算是3% 那么坦白讲 它不无小补 而且对于现阶段 我们所看到的CPI 如果你以平均值来 算是1.88 那么你加薪只要超过2% 那么 民众的这个痛苦指数 应该有减缓的效果 所以对于加薪的这样的一个 呼吁跟动作 或者是这样的政策 总裁您怎么看 报告孙伟员 大概今天是礼拜四 礼拜二 那么上午最后一位总组 选择说 主席召集委员 有提这个问题 那院长 吴院长已经做了明确的答复 昨天报纸已经登车来了 所以总裁自己 没有个人的看法就是了 您认为就是 院长的表示 就是行政院的立场 我接下来请教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也不为难总裁 下一个问题 您今天的报告 特别提到的热钱 我是不是可以请总裁 再谈一谈 到底目前为止热钱 在台湾的状况 是不是有减缓的趋势 像委员报告呢 因为热钱 因为我们是开放外资投资 国内有加证券 所以全款借鉴保证金 不是有加证券 以前去躲到那个借鉴 借鉴的保证金 那么我们请金管会协制呢 借鉴保证金改成用美金 所以这个借鉴保证金 1214亿已经把它 请回去了 同时呢 工债呢 恢复原来的规定 只能够费入资金的30% 这个已经从2363亿降到2100 我讲错了 这个已经减少了361亿 这两项呢 已经减少了1575亿 那么工债呢 还有2174亿 将来陆续到期的时候会出去 那现在它有全款 全款2363亿 2363亿大概我们就估计 合理的水准应该是1500亿 所以我们会密切注意 使它维持合理的水准 总裁我特别讲到热钱的问题 是因为就这个问题 其实又是另外一个面临的两难 就我们希望这个境外的资金 能够回到台湾来做有效的投资 可是我们不希望他们做过度的投机行为 所以就变成说又是另外一个选择 那么我们现在持续的来做 不管是利率的升息 或者是打击热钱 其实总裁恐怕我们都共同认知到 现在台湾的资金的水位太高了 就国内的资金有过剩的一个现象 但是持续的关键还是说 台湾经济未来的发展 我们还是需要资金的益助 就是这样的一个两难 就是说总裁有没有在行政院内 做过适度的反应 就现阶段政府还是要扩大一些投资的标的 就能够吸收一些资金做有效的建设 那么否则这个资金永远都是同样的状况 就经济萧条 我们就用各种办法希望资金进来 或者是把资金放出来 可是一旦造成泡沫了 一旦造成了通膨了 我们又想办法叫资金赶走 或者叫资金收回来 可是实质上 到底怎么样有效的运用这些资金 我认为了 就是未来国家建设发展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这些资金事实上是很多的 目前为止国际间的热钱 尤其在亚洲的部分是很多的 有没有一些有效的办法 能够让这些资金得到合理的利润 可是又能够同步的让台湾的经济 能够得到帮助 得到一些协助 等于把这些资金导向在一些 正面的有建设性的投资标的 有没有可能做这样的作为 我相当赞同孙伟员的说法 台湾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的 我们储蓄率一直维持到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八的水准 它什么投资率呢 不管是政府投资率呢 或者民间投资率呢 储蓄下降 降到多少呢 现在差不多是二十二 那么九十九 九十年到九十九年平均呢 我们的储蓄率是二十八点六四 储蓄率多少 只有二十点八 所以超储蓄率到九点五兆 所以台湾不缺钱 那么最缺的话是怎么样把这个超市去导入投资投资生产之用 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是因为政府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端出一些外资或者是国内的投资者认为获利是合理的一些重大建设的这个投资标的的话 其实一方面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去处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些资金真正的投入国家建设 所以这一点我也特别拜托总裁 是不是能够在政府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否则我们永远都是在那个钱扫就开门想办法让钱来 然后呢一下又把钱赶出去 反正就是一直来来回回重复这个措施 可是这些钱永远都没有导致在一些正确的有建设性的作为上 这点特别拜托总裁 总裁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